伴随着唐杰的吼声,唐杰已击出他有生以来最强大的一击,这一拳狂野雄浑,席卷出天地间最狂暴的力量涌向天机子。 当他击出这一拳时,来自极光的五色神光甚至正打向唐杰,唐杰却是不管不顾,只攻天机子。 天机子没想到,唐杰会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发难,大惊失色,心念微动下,身上已出现一个金色光圈,全力疯荡。 只是唐杰全力发出这一击,就是有准备的子府都挡不过,何况是匆匆抵御的他呢? 钢铁全劲如陨石天降狠狠砸在天机子身上,只一击便将天机子的金光圈粉碎,于尽撞向天机子。 天机子无奈,只能驱四肢相扛,灭磨全劲化作汹涌之力清洗而来,就听扑扑扑扑声响,天机子四肢已在这狂澜洪流下被炸成血肉碎末,于尽继续涌出,撞在天机子胸口处,打得胸骨尽断,鲜血狂喷,一击之下变成重创。 饶使如此,天机子依旧狂呼,杀他,却是换那斜持依依的修者立刻出手,那修者手起掌落,已是对着依依当头拍下。 就在手掌极顶的一刹那,唐杰突然喊了一声,指定进风。 一连四声,声声如红针巨浪,震得那修者全身聚颤,动作已随之制住。 与此同时,半空中雨生出一道指锋,正点上依依,这指锋无端出现,莫名而来,依依却似早就知道。 小身板一挺,指尖正点在她身上,先是全身一颤,接着依依大叫一声,身上已献出大片绿藤,将自己紧紧包围。 这一指竟是解除了她所重禁法。 此时那修者已是一掌落下,郑重一一头顶。 尽管唐甲消除了部分力道,依依还是挖得吐出大口鲜血,鲜血染红了藤蔓。 就在那修者还要出手之际,就见半空中已出现一缕剑光,却是唐杰先前展出的那一剑。 接着那一纸出现,斩向了那修者。 那修者大害,正于躲避,依依身上那燃血的藤蔓,一轰的一下烧了起来,化成一只火焰巨手,抓住那修者,让他无法撤退。 非但如此,更主动地向着剑光迎去。 地火众连心惊? 激光惊讶出声,说话时已是一掌按在唐杰身上。 刚用过灭魔拳的唐杰根本无力抵抗,被打得气血飞起。 同时,那一道剑光已经掠过修者颈部,吐的一声,头颅飞起,血泉长流。 下一刻,依依已是左手拉住林心,右手在那修者身边一抓,将自己的戒子袋抢回来,退向唐杰。 飞退的同时,已洒出一把斗冰,放出云木战魁断后。 动作是一体呵成,与唐杰的一连串配合,更是吐起胡落,妙道豪颠,可见是早有准备。 绣走!天机子爆鹤出声。 他虽然四肢被唐杰阵断,但子府念动法声可不是开玩笑的。 一鹤之下,三根蒜筹已绕过战魁飞射一一,林心与唐杰。 然而,就在蒜筹飞起的同时,唐杰双掌护肌,天空中竟涌出一片能量冲向天机子,将他的蒜筹,还有极光与铁血同时暗算而来的攻击,一起挡在外面。 阵法?天机子眼中闪过一片骇然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,唐杰已在深州布置了一个法阵。 法阵很简单,甚至可以说是简陋,但就是这简陋的小阵,却在此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保住了唐杰。 杰与他喘息之机,只要有足够的时间,唐杰就还能恢复过来。 那一刻大家终于明白,这一定是唐杰在与极光战斗时布下的,他竟然还有余力,闲心不振。 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妥协,并计划好了这一切,拼着受伤,也要阻止天机子抢下一衣,并节省自保,拖延时间。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做出如此细致周密的安排,就连极光也不由佩服起来。 但是下一刻,天机子右臂已长出一截白嫩嫩的小手,一拍天灵盖道,闪魂化剑,咬魔受死。 就见他顶盖中生出一道白光,那法阵光照竟挡不住这白光,被白光穿过直射唐杰,却是不惜一切,也要杀掉唐杰。 在轰出灭魔拳,又被极光重伤后,唐杰已然无力抵挡这一击。 就在此时,林心突然将唐杰一推,推开唐杰的同时,那道白光已打在林心的身上,将他整个洞穿。 林心借鉴,一一喊了一声,冲过去抱住林心。 就见林心的心脏处开了一个大洞,哪里还有命在? 见此情形,一一一下呆住了。 唐杰游历百年,一一在银眼皇宫里,一直都是林心陪着他。 百年相处,两人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 对一一来说,林心就像是他的姐姐,一直照顾他,帮助他。 唐杰不在的日子,是林心陪着他,帮他出谋划策,治理国政,分忧解难。 两个女人相互扶持,生生将一个妖国化成了仙境,不断改变着人与妖之间相处的关系。 而现在,林心就这么死了,死在她的身前,让依依怎能不伤心呢? 混蛋! 就连唐杰也咬牙骂了起来。 她的法阵是在与极光交战时仓促不下的,没有材料,只靠灵气,无论威力,范围都极为有限。 因此,必然存在许多的不足,其中一个缺陷就是防实体不防虚体。 神魂因本是虚体,修制子府后凝结实体,却依然可以在虚实之间转换。 因此,神魂之剑只需化成虚体,就可轻易地穿过。 只是神魂化剑危险无比,一旦不能伤敌,就要小心反被敌伤。 没想到,天机子这么狠,拼了神魂中创,也要杀自己。 只是他现在受创无力,就算天机子给他这个机会也没办法。 正恼恨可惜之际,突然感觉不对。 天机子的神魂之剑在洞穿临心后,似乎并未归去,好像就留在了临心体内。 唐杰连忙看向临心,就见临心平静地躺在他的怀里,一动不动,只是伤口处似是有什么光滑在闪烁。 唐杰连忙,就见他身上那条小小的青蛇胎迹,竟已开始再度动了起来,在临心身上飞快游走着,似乎在承受着什么刺激一般不断地游移,甚至做出张嘴呼嚎的样子。 两一边,天机子也感觉到不对,那化剑神魂在刺入临心体内后,竟然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,再也出不来。 无论他怎样欲使,都是无用。 如果是完好状态的天机子,暂时性神魂离窍还没什么问题,但是重创状态下的天机子可就不一样了,只是片刻功夫,天机子就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席卷全身。 那是来自四肢断裂后的巨大痛苦,这种苦痛自他修炼有成以来,已多少年没有经历过了。 修者从来都是修为越高,对痛苦的耐受能力也越强,这也是为何,打到后来断金裂骨,只若等闲的缘故。 只是现在,没有神魂支撑的天机子,就像是被斩去四肢的凡人,痛苦之不堪忍受的境地。 天机子呼声大叫,快回来! 只是任他如何呼唤,那神魂就是不理他。 他的灵心体内越来越亮,越来越亮,就像一团日光,散发出最强的光与热。 就连极光,铁血,凤巫像等人都察觉到了灵心的不对,连远在通道另一头的魔头都发出惊讶的一声,似乎是感觉到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。 唐杰则看到灵心身上的青蛇仍在不断地游走,现在他不再走遍全身,而是围绕着那一团光亮滚动,就像是游龙细珠一般。 是的,游龙细珠。 唐杰看到那青蛇长出了胡须,长出了利爪,长出了鸡脚,不再是蛇,而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龙,青龙。 唐杰猛抬头,看向远山,混沌塔下,阵仙扶上,青龙举尸仍在。 怀中的姑娘,身体却开始越来越热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? 依依骇然。 别动,唐杰擦去嘴角的血,将灵心放开,放在云间。 他本应直接从空中坠落下去,但是现在却就这么静静地漂浮着。 然后,众人看到,一团白色的珠子正从灵心体内伤口处渐渐飞出。 内中有人形影像,赫然是天机子的样子。 我的神魂! 天机子七声大叫,只是他已经无力取回自己的神魂了。 灵心自动坐了起来,他的眼睛依旧闭着,但是身上的青色胎迹却在不断地变大。 龙口张开,对准那白色的珠芒。 不! 天机子似乎意识到什么,发出绝望的叫声。 下一刻,就见那白色光珠扑向飞龙。 那青龙胎迹,微微抬了抬头,仿佛是从灵心身上脱离了一下,咬住了白色光球,就这么一口吞了下去。 随着这一口吞下,天机子全身置住,目光中竟现出了一丝迷茫。 失去了神魂,他连神志都难保,一开始退化。 接着,就见那青龙身形,竟开始逐渐暗淡。 他在灵心身上绕飞一圈,张开大嘴,然后灵心口中发出一声清亮的龙吟。 哈哈哈哈,上万年的等待,终于等到了这一刻,我要自由了。 从灵心口中传来一阵苍茫的吼声。 青龙,果然是你,你的转世终于要成功了。 通道的那头,女魔头悠悠的声音响起。 没错,我等待这一天,已经等了太多年。 借助灵心的口,青龙发出狂放的吼声。 先帝成不起我。 既有先,我终究比你更早一步,获得自由。 天,青龙大人。 天机子仓皇叫道。 你是命运的掌管者,我是命运的入道者,我是您的奴仆啊,为什么,为什么要吞噬我的神魂? 发发慈悲吧,放过我,放过我啊。 唐杰叹了口气。 天机子啊,你还没看出来吗? 他要的就是你啊。 青龙毕竟不是玄武,要想保持曾经的记忆,甚至力量,重获新生,绝对不是容易的事,必须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。 若我猜得没错的话,入道者的神魂,他就是这必须条件之一吧。 入道命运的神魂? 众结骇然。 难道说? 林心的皮肤上,那还在暗淡下去的青龙致了致,然后笑道, 呵呵呵,哪里来的聪明小子,竟然一眼就看穿了真相。 呵呵呵呵,没错,入道者的神魂,正是本尊苏醒,重获新生的关键。 正因此,刚才那一下,也是本圣操纵这小姑娘挨的。 得到神魂同时,也顺带救了你一命。 呵呵呵,天机子,你从存在之日起,就是为本圣复生而存在的,这是命运的安排。 这是命运的安排? 天机子大叫起来,他拼命摇头。 不,这不可能,我乃命运之仆,奉天成运之人,怎么会被命运抛弃? 唐杰插口,命运并没有抛弃你,只不过在命运安排的轨道上,今天就是你的终点。 你若不义,便是你背弃了命运。 我背弃命运? 天机子站住,青龙一时哈哈大笑,哈哈,说得好,命运从一开始就安排了你为无之食粮。 你既顺天意,便当从之,怎可因为命运使你亡,你便从之,使你为良,你便弃之。 若善从恶弃,那便是违信,既是违信,便更当处之,哈哈哈哈哈哈。 随着青龙此话出口,天机子挖地吐出一口鲜血,重创的身体怦然倒下。 在失去神魂之后,又受到青龙这一番刺激,气血攻心,神魂无存,竟是当场生死。 唐杰却看向那逐渐暗淡的青龙之意,这么说,随着你的复活,林心也会彻底死掉。 一举肉体凡胎,难为我之载体,亦是天大的荣耀。 拖我之臂,活过百年,拥抱青春,更是一生荣华富贵,又有什么不可知足的? 青龙大声回道,此时的胎记已是淡若透明。 唐杰看着那胎记,冷冷道, 让我猜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,当胎记完全消失时,青龙之魂就会从这身体中挣扎出来。 而不远处便是你自己的身体,你将回到自己的身体中去,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获得新生。 哼,好一出介石还魂呢。 青龙威恶,你是怎么知道的? 唐杰回道,哼,我猜的,我不仅猜到这个,我还猜到因为你的缘故,林心的灵魂应该还在这身体里,还没有前往冥界。 那又如何?青龙问,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。 唐杰淡淡道,没什么,就是觉得与其让你做青龙,不如换个我熟悉的朋友来当青龙会更好一些。 什么?青龙一证,随即意识到什么大喊道,你敢? 唐杰一闪电般出手,一直点在那透明到几乎消失的青龙印记上。 这一纸下去,原本已经快消亡的青龙印记突然又重新亮了起来。 接着,唐杰又是一爪,按在林心的胸口上,五指齐现黑光。 远处夜宵见了,一时脱口道,一魂转破树! 这是出自鬼经的一种恋鬼的秘法,曾经用来帮助心死之人夺舍之用。 夺舍密法只有达到子府修为,神魂可以自由出窍,才可使用。 但如果有这一魂转破树,就算是修为不够,也可夺舍。 当然了,风险更大,就算实质化的神魂都面临着巨大的本体反噬风险,何况是没有强化过的神魂呢? 但如果是一具早已准备好的尸身,那就不一样了。 没错,唐杰的目的就是把林心和青龙的灵魂对调。 唐杰在七霞界时从未修过此书,还是在青云界轨道不受限制,才与夜宵在交流中真正掌握此法。 此刻一指之下,青龙胎记重现,这是龙魂被重新压制回去,反倒是林心的脸色微微动了一下,露出痛苦的表情。 唐杰知道,这是林心灵魂重新主宰自己身体的表现,抓住林心,已向着那青龙狮飞去。 由于林心之魂不过是普通人,不能直接暴露在外,所以必须将它与那青龙尸体先对接,才可进行。